NBA常规赛继续进行,而在昨天NBA也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开拓者坐镇主场迎来了胡人的挑战。 要知道这场比赛可是詹姆斯加盟胡人的首场比赛,所以输比赛开局之后,詹姆斯便打得非常兴奋接连爆扣成功,首截比赛詹姆斯就拿到了11分。 不过俗话说得好,双血难敌四手,随着比赛的深入开拓者,逐渐的掌控了场上的节奏,并且慢慢的甩开了胡人。 最终经过四节的激烈比赛,胡人119比128不敌开拓者。 当然了,就詹姆斯本场比赛的表现而言,只能够算得上是终归终局。 全场比赛詹姆斯出战37分中16投9中投篮命中率56.2%,其中3分94投0中,罚球9中8,拿到了26分12个篮板,6次助攻, 同时还有6次失误的数据,正负之次。 显然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只能说詹姆斯的表现是中规中矩,不能说太出色毕竟没有带领胡人拿到首场胜利。 不过,有的球迷也一定会问,为什么上半场胡人最多的时候领先开拓者10分,而到了下半场会崩盘呢? 对于大家的这个问题,小编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胡人的轮换阵容不给力。 一旦詹姆斯和龙德下场之后,胡人的打法非常混乱,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拓者把敌本给逐渐的拉开了。 显然对这个原因,主要负责的球员就是鲍尔,相信看过这场比赛的球迷,就能够看得出来鲍尔替补上场之后,胡人在进攻端完,全找不到进攻的节奏。 而作为球队的核心看联手鲍尔,并未能完成好这项任务,反而让球队陷入了个人单打的境地。 而且在防守端鲍尔更是成为了里拉德、麦克勒姆的防守黑洞。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在昨天的比赛上鲍尔简直把低迷一词发回的淋漓尽致。 全场比赛鲍尔出战是9分钟,7投2中,其中3分球4投1中,拿下了7分斯兰把一助攻三犯规的尴尬数据,正复直全队倒数第一十五。 显然单从数据上就足以能够看得出来鲍尔这场比赛表现得有多么尴尬,而且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鲍尔也直言,仍在努力寻找自身的比赛状态。 不得不说就这场比赛,而叶鲍尔的表现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就连一厢维护鲍尔的魔术师也对鲍尔今天的表现非常不满。 在赛后鲍尔在接受采访时点名表扬了艺人,同时也点名批评了艺人。 在赛后魔术师在接受采访对英格拉姆大家赞赏,魔术师直言的表示,英格拉姆现在就是胡人的二号球星。 除了赞扬英格拉姆之外,魔术师还对鲍尔的表现非常不满。 在谈到鲍尔时魔术师表示道,鲍尔需要学习如何攻击进去,他要投进抛投,果断攻击篮筐。 他喜欢传球,那很棒,但是他只有具备了很强的得分能力,那他在场上将无所不能。 显然通过魔术师的话我们,能够清晰的听得出来。 熟悉魔术师对鲍尔的进攻能力,得到了许多质疑。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如果鲍尔想要成为一名全明星球员,那么他不仅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局观, 同时还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功。